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萝卜包子 先在盆中加入300克面粉,3克酵母粉,搅拌均匀 加入160毫升温水,搅拌成絮状 揉成中等软硬的面团 揉好以后,盖上盖子,饧发至两倍大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粉条,清洗干净,晾干水分 再准备两根萝卜,清洗干净,擦成丝 锅中烧水,水开以后,加入一勺盐 再下入萝卜丝,搅拌均匀,焯烫30秒左右 然后控水捞出,过一遍凉水 过凉以后,挤干里面的水分 把它放在案板上,再切碎一点 切好以后,装入大碗中备用 这个是晾干的粉条 锅中放油,油热以后下入粉条 可以看到粉条会快速膨胀 勤翻动,使它受热均匀 全部膨胀以后,用铲子把它铲碎 然后倒入大碗中 再取一个小碗,打入两颗鸡蛋,搅散 油热低一点,倒入鸡蛋液快速滑散 炒成这样的小颗粒 也倒入碗中 最后,准备两颗大葱,清洗干净 切成葱末 装入碗中 加入盐 五香粉 蚝油 少许香油 搅拌均匀,馅料就制作完成了 放一旁备用 这个是醒发好的面团 里面是蜂窝装 现在案板上撒一层干面粉 先把它搓圆,再用手按扁 然后取出面团,揉搓排气 再搓成长条 分成大小,相等的面积 在案板上撒一层干面粉 取出一个面积,切面朝上 先把它搓圆,再用手按扁 然后用擀面杖 擀成边缘薄,中间厚的面皮 全部擀好以后 取一张面皮,中间放上馅料 用自己习惯的手法 包起来 包好以后,放入温水锅中 二次醒发 醒发至1.5倍大 按压非常的有弹性 开火 水开即时 蒸12分钟 焖2分钟 出锅 这样我们的萝卜包子就制作完成了 看一下,各个洁白透亮,非常松软 炸过的粉条能给馅料增香 吃起来还不会油腻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